梅朵便宜卖MySpace MySpace曾经是全美国最热门的社交网站 2005年媒体大亨梅朵以5.8亿美元天价买下MySpace 但好景不长 MySpace这几年来越来越落寞 有人劈它页面杂乱 放太多广告 也不重视用户隐私 惊奇之秀脸书很快取代了MySpace的地位 用户喜欢脸书干净的界面和多功能 很快点引MySpace用户之圣未成名歌手们 梅朵砸重金买下的公司竟然年年赔钱 据了解 梅朵为了赶快将MySpace脱手 已经把卖价压到美金3000万元左右 我们有上推特哦 从今天开始追踪我们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